那你們碰到髮精 你們店裡是不是都有髮精的洗髮精 對 它是水狀還是乳的 水狀 沒有那麼水 但是很稀 但不會很乳就對了 有沒有問過廠商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純胺基酸 它這樣講 裡面是胺基酸的起泡劑原理 胺基酸通常在起泡劑裡面有氰離子 氰離子就是我們說的生成的 氰離子比較多就是什麼 燙染後的那一些洗髮精 那現在比較會針對敏感性基酸 在使用的一個起泡劑就是氨基酸 它的成本比較高 可是它比較暗定 所以你發現它跟洗髮精是不一樣 它是水狀的 可是你們正在洗頭部分 它量不是很多 它泡泡還是很細很多的部分 所以不要洗的時候那麼水擠得很多 浪費掉 第一個 進化洗髮精先帶在手 先起泡的時候 通常部分來講 第一的是先什麼 量是起泡 頭髮 來 頭髮通常 客人已經躺下來了對不對 對 該圍的 該護理的都已經圍好了 是不是先把頭髮打濕 是 如果說 這個客戶他的頭皮上面是去角質的部分 去角質是不是停留在上面 對 你頭髮打濕的時候 這時候是什麼 再一次推它 乳 啊答對了 答對了 因為他去角質停在頭髮上面 當我們按摩下來 十五分鐘一到時候 這個什麼 這些東西的時候它會去乾掉 乾掉的時候 我們在後面的時候 先把水打濕 再一次去帶它搓一下 就是讓它乳化再一次 會再更深層 好 OK 乳化完的時候帶一下就好了 之後就洗髮精一下下來 第一個什麼 先起泡 好 抬頭 把所有的泡泡部分都起完的時候 順便帶到髮指 是不是泡泡很多了 嗯 好 第一段的部分 先前面部分這三角區塊 好 一 記得 一 二 三 是不是剛好這三個 三角形 好 兩隻手嘛 中間的部分來講 如果頭大了當然是兩隻手 頭小的部分是什麼 一隻手 一隻手 OK來 這樣子 小區的部分用指腹 搓洗 洗到哪裡 什麼點 百匯 對對對 洗到百匯 想要求音樂老師的 是嗎 OK來 是不是我剛才講的 一個區塊是不是幾遍 三遍 一個區塊洗幾遍 一個按摩區的臉是三次嘛 洗的部分是洗兩遍就好了 對洗兩遍 第一次洗兩遍了 OK來 是不是兩手了 來 洗到百匯這邊請記得 交叉洗 記得喔 小區域的洗 洗到這邊是交叉洗 另講 洗到我們百匯是什麼 交叉洗 為什麼叫你們百匯這邊交叉洗 這邊是不是髮旋 對 髮線的部分的頭髮 有時候髮量是很亂的 很多的 妹妹如果今天在照頭皮檢測 他們第一下就喜歡照這裡 對 你懂我意思嗎 使用前拍這裡 你在使用後也會喜歡拍這裡 可是你在交洗頭 你不是叫他這邊洗得過乾淨的時候 你等一下起來照這樣就死了 這樣都洗不清 所以任何洗到百匯的部分的步驟 我都教你們一定要交叉再出洗一下 好 再一遍 好 我說的兩遍是這樣子 再一遍 好 又誤會了 好 是不是兩遍了 這區塊 OK 這是第一段 第二段的部分來講 一樣 你們等一下看股 它總共有五區 中間一條 兩邊是二 三 一樣同樣這個位置 換不同的洗頭方式 來 從天庭開始下 交叉 或者是有人是洗完這樣子也可以 跨圓也可以 記得交叉會比較好戳洗 來 洗回去再洗回來 再算一條 這是第二條 這是第三條 好 第四 我們只是把它拆解得比較細而已 其實很簡單 好 就結束了 那幾遍 兩遍 兩遍 手皮其實會去掉一點點 要戴手套對不對 不行 戴手套是 連手都不見了 戴手套是 戴手套是 做不了事情的 而且對洗起來也不舒服 通常我們都是用手指頭 手說手套那一種不舒服 可是它的頭皮 所以如果非常敏感 又有傷口 如果你可以的話 來 戳洗的部分來講 你們雖然看我實際上在戳洗 這次你們在戳洗頭皮部分 它是快速去震動的 它不是這樣 你會把它吐出來 你知道嗎 因為它裡面有泡泡 它是有滑度的 對 好 謝謝 這 第二遍了 前面這個區塊來講 你看它總共有五條 那頭大小 差於看個人 當然我頭很大的 我可能會洗到第幾條 六條合理 七條 七條 因為中間一條 兩邊各三條 所以你們記得 第一個魚是直的 第二個是這樣子 好 老師 婷 那個 一個魚 那個很多痘痘 那毛狼也很嚴重的 還可以這樣子戳嗎 對啊 可以這樣戳嗎 你們記得一直在戳這個問題 它洗髮經有滑度的時候 你們有看過快速日式洗髮嗎 有沒有 對對對 它是用震動的方式快速去輕戳的 它不是在那邊吐 對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其實 其實你剛剛那個動作其實是在戳頭髮嗎 對對對 沒有在洗頭皮 洗頭皮 是很輕 很輕 因為它上面有滑度了 沒有 不是按壓的那種錯 對對對 好 這是第二遍 記得 第三遍的部分 第一遍洗髮就很簡單 前面這個區塊已經解決了 對不對 對 之後再來洗什麼 後面 你有洗前面這個區塊一定是按部在洗後面嗎 OK 對 前面這個部分洗好的時候 先把貴客的頭抬起來 抬起來部分 我們手掌 請他放在哪裡 這邊是什麼 右枕骨嘛 左枕骨嘛 對不對 手掌我們是凹的 他這邊是不是也凸一塊 躺著 請他客人寫什麼 測一邊 測45度 我們的手部分放在我們的什麼 沖水台那個什麼 躺的那一塊 對 我的手在休息了 因為你們在洗後面都是這樣子 是不是 好 一般 一般都是這樣子 如果人家洗太久一疼 你也疼 對 而且我們要快一點都洗不乾淨 所以原則上就是把客人的口抬起來 手掌下去的時候 先起鞋四十五 讓他躺在我們的手 順便我們手是躺著休息的 好 這時候是不是鞋四十五度講出來 後面部分分十字洗法 有直的 一定有什麼 橫的 叫十字洗法 那這個區塊部分是這個區塊 就分什麼 橫的跟直的各分三條 三區 一區 一 兩區 三區 第三區剛好是洗到什麼 中心我們已經洗不到那個點 好 先直立洗法 這樣子也是用指腹部分 輕輕的什麼 去搓血 如果今天是長頭髮的人 你記得 稍微生進去頭皮搓血的時候 不只會卡住 然後放掉 對放掉再 好再 短頭髮好洗 長頭髮你都要放掉 卡住不要硬了 對對對 ok 有去有回 算什麼 一變喔 一區 還是戳回去喔 yes 是不是第二區了 第三區 是不是直的三區就洗完了 對 橫的 一樣 也是這三區 整個方式是橫的 懂一次嗎 橫的 好 第二區 你們試著回去洗洗看 今天學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很舒服 它也很舒服 而且後面洗得非常乾淨 好 是不是結束又回來第三區這邊了 這時候是不是要換左邊洗了 之後什麼 讓它躺在一樣這隻手啊 回來是不是開始這邊可以動了 一樣方式 這剛才有洗過了 是不是十字吸法 左邊跟右邊是相同的啦 只是換不同的手對不對 好 所以後面你看喔 雖然三區這樣四字吸法 我只有洗一遍而已 很簡單 很簡單 ok 洗到白 我們我們 如果洗到白會是最好 然後再洗回去 這樣就結束了 骨頭什麼 好 那當然這邊要洗兩回喔 好 因為後面部分來講 有去有回算一遍 可是它要洗兩回 每一條就是來回抓來回 來回來回 都算 ok 好 那是不是頭皮都洗完的時候 這時候什麼 剩下泡泡就要什麼 搓洗頭髮 第一遍的洗髮就要什麼 完成了 就把水沖掉 不簡單嗎 幾分鐘 沒有 沒有沒有 說你要幾分鐘 照正常的洗頭方式就好了 對 當然有的人洗頭那麼快 不是不舒服 你要輕輕的有一個力道去洗 懂我意思嗎 好 你們洗頭大約是 進去躺洗到出來多久 二十分鐘 十五到二十 通常躺洗部分會比較快一點 可能十分鐘就會解決 做洗的部分 可能有時候會洗到久一點 那因為你十分鐘 就要用用